最让人担心和恶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群蠕动着肥大身躯的虫子从城外涌过来 他们体型都太大了 大到让那些所谓的烧烤之王灵魂都在哆嗦 去哪里找那么大的烤架 切成碎块的话 就会造成这大虫子原有的蛋白质流逝啊 现在这些外形像蛆的大虫子变异攻城了 在这末世时代 一个人渣释放出了心中的恶魔脱颖而出了 他的所作所为比虫子恶心多了 小唐是科研所的一名普通的研究员 老师刘东却是学术带头人 当老刘查找出了造成变异虫子的根源时 他决定彻底放弃抵抗 因为这些虫子真正的营养来源是 人们丢弃的垃圾污染物 还都是不能降解的 要想等到自然吸收 就算现在停止污染也得需要一千年啊 小唐知道了这些 他想的却是怎么活下去 因为末世来临 一个号称绿洲的地方出现了 所以成了人类的希望所在 但是听说进入绿洲需要小蓝瓶作为门票 由此争夺这个小蓝瓶 就成了一场人群内部的大乱斗了 不得不说真的很疯狂 肥瘦的村老板刚在车上炫耀着自己 还真有这玩意儿 当初自己还很看不上眼 这牛逼的草稿刚打了个开头 眼前箱子里的两个小蓝瓶就不见了 消失在了车底 我去 原来在这车底竟然一直有人躲在下面 真是疯狂的人啊 想到小蓝瓶的是个瘦弱的年轻人 白命的逃跑啊 跑到了一处破屋里嘴里都说不出话来了 他中弹了 他哥哥看到他摸索出了一个小蓝瓶 眼看着弟弟救不活了就赶紧跑了 其他的人扑上来各种扒衣服抢东西 有人还很幸运的翻出了另一个小蓝瓶 原来他偷出来两个 和孙老板一起出发去避难所的向导是小唐 他的身份却是老师的名字刘东 因为他知道老师名气很大 光靠这个名字就可以进入绿洲 为此他不惜残忍的杀害了老师 替换上了老师的身份 他心中的恶魔释放出来了 荒谋上无穷尽的变异杀虫都站立了起来 无比的圣人 他们朝着停着的车就冲了过来 不断的冲撞着就像一栋堡垒的车子 看着防护的严严实实的车子 也挡不住虫子 无孔不住啊 这些虫子外形就像放大了数倍的蛆 拖到人身上咬住就不松口 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还是有成员被咬中歇菜了 就算是用喷火枪 拿出了烧烤的尽头 前赴后继的扑上来 局面变得非常危急 最终车里面也变得不安全了 只能汽车逃向另一辆车 其中一人拿到了汽油桶 他忽然发疯一般的往自己身上浇 其他人都觉得他是下疯了吧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虫子竟然躲开了 原来他们很害怕这个玩意儿 这下好了 大家都不要命的用汽油洗澡了 还往车身上浇灌 躲在车里的孙老板知道后 拧开汽油桶盖就往嘴里灌 旁边的人直接看蒙逼了 咋了 你这是当成烧刀子要作两口的节奏吗 这脑子是什么做的呢 这个办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啊 但是谁在乎呢 其他地方传来了呼救声也顾不得了 现在是能获疫苗试疫苗了 车子发动不断朝着前方开去 但是问题来了 无论他们跑得有多远 虫子就像有GPS导航一样 紧追不放 甲刘东教授发话了 他说这是因为有人被虫子咬伤了 虫子是有记忆基因的 可以通过虫母传达信号 被咬伤的人就成了信号员了 很遗憾队伍里有两个女人受伤了 一个是司机老李的老婆 还有个年轻的美女老师 王队长枪就对准了老师 但是老师说的是 他的伤是被钢管扎伤的 老李的老婆跪下来说 他想用自己的命换美女老师的命 此时情景就别指望着人性了 大家都是冷冰冰的眼神 老李一家三口就要面临着生离死别了 汽油难看不下去就编了谎话说 美女老师家里是绿洲高官 老李的老婆就那么被当做垃圾扔下了 车辆不断的远去 风中是令人心碎的母女之间的呼喊 从母献身一口吞下 为了活命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 假刘东早就变成了恶魔 队伍里的王队长挨着了刘东的路 被刘东眼睛扎都不扎的 直接骗王队长说 别动你身上有虫子 王队长还真吃这一套 被刘东突击宰狗般的一刀子就捅进了脖子 从他身上拿走了地图 玩事了还捋了一下自己的长发 一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样子 队伍里的人在不断的解缘躲过了孙老板魔爪的美女老师 在陷入流沙坑道里的时候 因为脚受伤了 看着前面的过道就是过不去 这里是虫子的休息区 相当于虫窝了 被惊动了的虫子纷纷扑上来 就那么眼睁睁的 毫无还手之力的成了虫子的盘中餐 这死状属实不漂亮啊 孙老板就更狠了 钢筋都把他扎成烤串了 他居然狠心的将箱子里的小蓝瓶给掰断了 意思就是我活不下去 你们也别想活着去 这是什么心态啊 不过最狠的还是假刘东 为了活命 他居然拿小女孩冰冰做诱饵 划破了他的手 用鲜血来召唤宠母 并想杀死他 此时的小唐入戏太深了 居然对着空气说自己是万人景仰的刘东教授 只有自己能去绿洲 我乐个去 这都行 只是汽油男直接在宠母现身时 扑上去撞倒了小唐 夺过了他的枪 眼看着跑出去的小冰冰就要被宠母咬下 直接开枪射中了宠母 激发了宠母的怒火 汽油男把嘴里的血 喷在了假刘东教授的脸上 这口血够新鲜 分量够足 哈哈假刘东 双双现身了 这一场善于恶之战 善稍稍占了上风